南方說明宅火警一家六口是只有大女兒 因為他要到義大利表演躲過一劫 消息傳出大女兒在趕回家裡的途中 鄰居說當時看到大兒子 他從二樓逃生 可是為了救父母又衝進火場 導致兩大三小五個人受困在火場 活活被燒死 死者家屬哭斷場 不能接受幸福的一家人 竟然葬生火哭 其中十八歲的大兒子 鄰居說他原本逃出來 可能放心不下爸媽又衝回火場 一家六口幸福合照曝光 只有大女兒因為要到國外表演 曾躲過一劫 意外發生前媽媽還在臉書 為大女兒加油打氣 不到一天的時間 一家人從此天人永隔 大女兒參加的演出舞團 也在臉書PO文表示 追星之透難以言喻 舞團會陪伴大女兒的未來之路 真的 有啊 如果他小朋友要表演都會來訂飯團 我們家其實小朋友都蠻乖巧 體育班的武術 對 那他專長是武術扯鈴的部分 二兒子這部分 他是就讀普通班的部分 普通班的話 他是就是他的興趣 是對機械方面比較有興趣 二號傳出所有認識他們的人 都很震驚與難過 更不捨大女兒才13歲 要獨自面對 失去摯愛的痛 小小年紀 該怎麼接受 記者黃玉富 洪榮兵SNG小組 台南報導